所以即使連東南亞國協各國之間的FTA 目前都還是在進行當中 也有很多數據的研究提到 事實上簽了FTA對整體經濟的衝擊 事實上是不大的 我們所謂的衝擊包含政策負的 不是說簽了就一定會好到什麼地步 或是不簽就一定會壞到什麼地步 所以這個東西的數據 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數據都太少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很多簽FTA的數據 我只能說沒有那麼偉大 沒有那麼偉大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 就像美國跟韓國我剛剛提到的 美國跟韓國簽了FTA之後 韓國現在好到哪裡去呢 因為這樣子在這一波的經濟衰退裡面 韓國就表現得特別好嗎 或者就因此逃過了經濟衰退嗎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特別來講 另外一個我也要特別強調 就是我們一般講FTA 它事實上是如果我們知道WTO的精神 WTO的精神是希望到長期的時候 全世界是在一個沒有貿易障礙 盡可能沒有貿易障礙的情況之下 各國去自由的貿易 這是他最終的精神 但是因為很難做到 所以很難做到的過程裡面 他就希望能夠透過逐步的 譬如說你透過簽FTA 簽這個經濟整合 透過這個事實上它是一個過度的事情 它是一個過度的性質 也就是說無論你怎麼簽 你簽FTA也好 你加入一個經濟整合也好 WTO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全世界支援貿易 台灣是WTO的會員國 當然也享有這樣的待遇 所以這個是我要特別強調 它過度的性質在這個地方 當然它過度多久我們不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這個過度的性質 值得我們來注意的 好那接下來我要討論的就是 先前我們這位林啟明部長說 事實上SATA就是FTA 這是第一個 好第二個 這個我們馬總統前幾天上電視的時候演講 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看全世界簽了幾百個FTA也沒事 好所以從這兩件事情證明 事實上在我們現在政府的心目中 你無論簽的是SECA也好 簽的是FTA也好 我們的總統和我們的部長很明顯告訴我們 就是FTA 就是FTA 所以FTA有多偉大呢 剛剛前面幾位先進也談了很多了 如果FTA 如果真的是FTA的話 我們只想一個邏輯就好 這個邏輯就是 我們這個在导共和威脅之下 剛剛大家前面提很多了 我們說FTA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在WTO的規範之下 一個非常正式的名稱 任何的會員國 我們即使不要講會員國 會員體都應該可以簽這個東西 那今天這個中國用這個名稱 來限制我們 說FTA一定是國和國的關係 我想這個 嚴重事實上在這邊 他應該比我還要更清楚 所以這個是任何一個會員國 都可以來執行的事情 那我要講的邏輯只是這樣子 如果連這樣一個在WTO之下正式的名稱 中國都不願意跟你討論 都不願意跟你簽 那你覺得我們在跟中國 簽所謂的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 有可能穩贏的說 只要他降關稅 我們不用降都沒有關係嗎 他的這個名稱都不讓你用的情況之下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特別去深思的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東西 我們剛剛講兩命熱團 剛剛前面也提到很多 馬總統說 那一上天是說 對台灣有利的 我們就開放 對台灣不利的 我們就不開放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簽FTA用這三個字 對台灣最有利 你簽得到簽得到 你能不能用這個名字去跟人家簽 你在台灣面對我們的這個國民 面對我們的民眾的時候 講得好好聽 所以我們對台灣有利的 我們就簽 對台灣不利的 我們就不要開放 可能啊 那如果老共也是這樣 如果中國也是這樣子 那這個這樣的協定 簽得起來嗎 所以我們在簽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都沒有那麼簡單 這是我另外一個要討論的 下一個我要討論的就是 事實上現在台灣和中國之間 我們更破切面對的問題 是有非常多的台商 現在還在中國經商 所以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大家知道 中國最不想跟我們簽的東西 最不願意讓步的是哪些東西嗎 投資保障協定 雙重課稅的問題 要不要跟我們談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我們的基數會不會外溢 這些問題 對台灣來講 事實上遠比親FTA 降那一點關稅啊 還要來得更實質 還要來得更重要 沒有人談 沒有人談 所以我們拿一個很大的帽子 是Comprehensive 全面性的 那當然這也是WTO下面的一個名詞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用這麼大的一個帽子 戴在這個地方 要去談所有的Comprehensive 那些中國不願意讓步的 但是對台灣非常重要的 我們為什麼不先去談一談 為什麼在談那個就是從業者 包含實話也包含其他的幾個產業 從業者的角度來看 好像這個關稅的問題 變得那麼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要特別清楚的 所以整個國家 政府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我們剛剛也談很多 絕對不是只有從出口產業來討論 出口業者可能會受到影響 但是我們進口呢 我們的勞工呢 一個政府一定是多面向來考慮這個問題 絕對不可能是說 我為了要這個降關稅 要付出非常大的風險 政治我不懂 但是大家討論很多非常憂鬱 這個主權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另外一個 特別要這個提出來強調的 所以我們更重要的東西簽了嗎 政府為什麼不讓我們 先把這些實質的問題先去解決呢 我要這個特別提出這樣的質疑 好